英国首相约翰逊上任之后 英国无协议脱欧的风险大增 英国内阁办公厅大臣迈克尔·戈夫28号说 英国新政府将依据无协议方式脱离欧盟 假设运行 各部门全力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无协议脱欧 目前约翰逊已经任命了五名亲信组成 战时内阁准备无协议脱欧的相关事宜 英国内阁办公厅大臣戈夫 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 欧盟领导人迄今表态不改变立场 既坚持未经改动的脱欧协议 我们依旧希望他们改变主意 但必须按照他们不改变想法的假设运行 戈夫认为就眼下的情况来看 无协议脱欧可能发生 英国必须确保做好准备 戈夫表示英国会如期在10月31号脱欧 据报道战时内阁连同约翰逊在内有6人 由戈夫领导 其余数名成员全属强硬脱欧派 报道称约翰逊未来将与战时内阁逢周一会面 所有与脱欧相关的决策 均只会由战时内阁决定 不再咨询其他阁员 同时财政大臣贾维德 获播出约10亿英镑紧急资金 应对硬脱欧可能引发的额外开支 约翰逊本月24号继任英国首相要求欧盟重新谈判脱欧协议 否则将面临英国以无协议方式脱欧 对于约翰逊的要求 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日前表示 此前欧盟与英国达成的脱欧协议是最好的 也是唯一可行的 欧盟不会与英国就脱欧协议重新谈判 欧盟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